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当你面对这个危机的过程里面的话 你知道未来它的一个机会在哪里 那老实说这里面需要有一些 要有一些看法 那这当然也就是眼光了 我经常在面对股市的时候 我的眼睛注意的是 这些利空或者是股价破底股票 我在注意这些股票 每个人都朗朗上口的相关的个股 基本上我不看 我看了干嘛 我会买吗 我不会买 柯老师你为什么不会买 我们都低阶部局 那些个股代表我眼光偏湿了 他之前就说一路创高 我没有买进 我就放掉了 我不是一个追高个股的老师 那我们先来看 很多个股就像今天 有些个股也是走出个股破底的格局 我反而认为有些个股破底 它就是你的机会 那这个嘴巴不是这样乱讲的 我举一个例子 我可以给各位举好几个例子 先给各位举第一个例子 我不是跟各位谈今天他的掌题 第二个掌题 我不是跟各位谈这一个 我给各位看这个 2363的系统 在三八妇女节这天早上 7点48分的时候 他公布二月份的业绩 只有800万 0.08亿 800万是什么一个概念呢 就这个 月衰退37个percent 年衰退超过12个percent 他只有800万 他一月份的时候 还有1300万 他等于是创 去年八月以来的新低 对吧 这基本面的利空 好 看K线他3月8号怎么走的 3月8号这根per底 第一点是40.55 40.55的意思就是说 或前低40.85 基本上他是一个破敌的格局 合不合理 合理啊 因为他3月8号开盘的时候 就已经说了 他2月份的营收 是双衰退 只有800万 合理吧 合理吧 我要请问你 你敢不敢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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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3月8号趁着这个利空 在中午12点16分的时候 你出手 41.05 空老师 你这个大笨蛋 41.05 他跌到36块 37块 跌到37块4 你买了以后 跌到这个位置 空老师 大笨蛋 现在在这个位置 当时的41.05元 当天在3月8号中午买进之后 41.05元 他有跌到37块4 少了将近4块钱 被套了将近4块钱 但是41.05到现在是46.05 代表已经拥有了5块钱的价差 而且还没结束 那我要问 你觉得 你愿意被套牢将近4块钱之后 你有这一大段的价差 41.05 5块钱的价差 将近4块钱的套牢 然后你拥有5块钱的价差 还是你不要有将近4块钱的 被套牢的感觉 你也不想要拥有 现在目前5块钱的价差 你的想法是什么 很多分析师啊 当然每一位分析师都是我的同业 我对每一位分析师都 都非常的尊敬 因为分析师这个工作来讲的话 是高压的高压的一个职位 每一个人都要很用功 而且想千方百计找到股票 给他的会员承接 能够有好的业绩 能够有好一堆的会员 每一个同业都是这样 但是你总是有良悠不齐吧 不如说我们分析师里面就有良悠不齐 你说政治人物难道没有良悠不齐的人吗 你说立法委员难道没有良悠不齐的人吗 你说美国人不是也有良悠不齐的人吗 你没有办法避开 那我总之就是说是 请同志们去思考 请问3月8号这天系统创新低 而且它公布2月营收是双摔退的情况之下 你会不会出手 如果你出手一定是有原因吗 你没事去买一个破底的股票 2月营收只有800万的股票 双摔退的股票 你会出手吗 你会出手吗 投资朋友们 眼光 你不需要再多讲什么 如果你认为 你认为宏家聪是个大笨蛋的话 他去接系统是个大笨蛋的话 那你可能错了 绝顶聪明的人 在去年的8月9号 联电董事长洪家聪 同时接受系统的董事长兼CEO 过去系统的一个background是做晶片组的 拥有自己相关的一些细制裁IP 联电之所以要把这样子的一个 宏家聪要转成一个同时接受联电 同时接受系统这样子的业务 基本上 他已经看到很后面未来的五年的时间了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 他已经看到未来五年的时间 他能够看到未来五年的时间 我恐想只可以看到未来两三年不为过吧 重点就是说 你有没有找到这个机会 你只要掌握到一些产业的周边 你可以抓到重点 要走AI是吧 你要走AI COWAS可以少吗 COWAS先进封装设备不能少吧 3D堆叠 然后落在一个所谓的基板上 这叫COWAS 封装设备 前面堆叠后面封装 你COWAS就不能少啊 你COWAS不能少的话 请你告诉我 你COWAS一定要有的话 那请问这个系统阶层要不要 你COWAS出来就是要系统阶层 系统阶层 这里面要什么 IP NRE 委托设计 那你没有IP 没有NRE 你没有系统阶层 那不要玩嘛 跟你没有关系嘛 可是偏偏 全台湾能够 只有两家公司可以代工出 COWAS系统阶层的 就是联电跟台积电 那你说在去年底的时候 我洪家聪我系统 我说这个我们没有现阶段 没有要转进IP这个领域 那他这样讲 他当时本来就没有转进IP 他在后面的规划 很多事情你只能做 你不要说 对吧 好了 联电把百分之百 联警的 ASIC这家公司 百分之百转让给系统 你怎么看 联警是什么公司 ASIC公司啊 好了 刚好就填补 COWAS系统阶层 里面的IP跟NRE 就由系统来填补 去年占24.8亿台币 联警 24.8亿台币 未来系统要做什么 未来系统还要减资35% 你不要忘记 光是2.48亿台币 回到系统减资之后 减掉 减资之后 35% 至少美股提供EPS 超过五毛钱 高老师五毛很少 这个部分只是 只是联警 只是联警 过去该有的一个EPS 我还没有算上系统帮联电 做COWAS系统阶层 这边的IP跟NRE 还没有算这部分的订单 哪一天 哪一天 当系统一年拥有EPS 6块钱的时候 这是资源 现在是338 你觉得怎么看 你怎么看2363的系统 每一次在系统股价破底的时候 都是我出手的地方 刚刚跟各位谈到了 3月8号 对吧 这一天 3月8号破底 3月27号也破底 跌破39块来到38块1 38.65到现在46.05 破底的股票 短短的时间已经8块钱的价差 超过20个percent 你现在看到我买的系统全部都在破底的时候 全部都在破底了 41.05也好 38.65也好 全部都是破底的时候 而我要问 你可能对破底的个股没有什么兴趣 但是你知道他破底之后 破底穿头的话 你就会有兴趣了 所以说我今天在第一段时间里面 我要跟全国投资本人谈到的一个观念 对产业一定要了解 要运用你拥有的智慧 要有眼光 更需要具有天赋 Talent 你总是可以在别人全面不看好的时候 掌握到黄金 328的精力科不是这样吗 6462的神盾不是这样子吗 至于说具有科 或者是光圣 我就不多提 但是最起码精力科跟神盾 精力科106块半 神盾89块半 的那个时候 你怎么会看好呢 可是这些股票都是当时我曾经出手的标的 所以说希望全国投资朋友们 就是说在面对股市的时候 换一种方式面对 你可以去试看看 专门挑最近弱势的股票 然后运用你的产业 运用你的用功 抓住他的一些是不是有机会的一个逻辑的一个结果 如果有的话 你就是有眼光 有领先的投资人 那当然今天我说 精力科过去了 神盾过去了 2363的系统 过去了 老实说系统有没有过去 我只想跟各位谈到的 就是说对股价不要有预设立场 当然就是说 友台在问我 系统要到哪里去 股价要到哪里去 我咋能讲呢 这个东西 你不能有预设立场 但是最起码我可以给各位一个观念 这个观念很重要 这系统的越K线图 在过去历史高点是169块 169块 现在是46块 请问169块那时候有 有IP吗 系统有IP的业务吗 系统有委托设计NRE的业务吗 当时有所谓的AI吗 现在的系统阶层 不管是NRE 不管是IP 现在系统在做 你认为 它的股价该怎么走 当然就是说是 金利克过了 神盾过了 系统是在你最不看好的时候 我出手 都是破底个股的时候 我买进了 也过了 还有没有个股 是呈现这样子的格局的 我告诉各位 绝对有 将来我会拿出这些个股的 当日走势图 和它的K线图 来给各位做印证 所以说一通电话 让孔祥子帮助大家就对了 如果你想赶上进度 你希望从产业寻找 更好的标的 当一个领先者 当一个真正具有未来 创造财富自由的一个 投资朋友们的话 你的一通电话 孔祥子会全力的帮助大家 好 我们进广告 待会儿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 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我孔祥子二十几年 也绝对不是依旧可及的 我的功力 投资朋友们 你没想到我的功力 你每天看我的节目 就已经肯定了 你看我是有功力的分析师 对吧 不然你看我节目 冲三回 你看我的节目 就是觉得认同我的功力 可是你一直在外面徘徊 对吧 一直外面徘徊 你徘徊很久 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就是说 就好像什么 开始我就要讲了 联准会 联准会的国会议员 就是众议员就讲了 哎呦 你这个联准会 现在就是说是 降息一直拖在这个地方 你拖到后面 拖到后面 会不会造成经济的压力 你说就业就业很好啊 费动就业数据三月份 超优好 就是因为这些经济数据很好 所以说他不急着降息 但是你觉得 美国国会议员 他们会容忍 在经济数据良好的情况之下 然后呢就一直停在这个地方 就不降息嘛 联准会里面也有一些内容 就是说 也有一些声音出来 就是说你这样一直不降息 这样延宕一直拖延降息的一个这样子的时间 万一就业这个部分 也就是所谓的就业数据 非农就业数据 一旦马上不好的时候 你再降息会来不及 因为这个东西都有递延的效益 我就讲 你一直在外面看 你一直在递延 等到我将来放空的时候 已经没有那个机会了 对吗 现在是个多头格局 基本上当然是做多是你的机会 而且是很 对不对 你就不要拖延 就不要像联总会 Jermie Powell 我这个经济数据没办 我这个通膨数据 现在粘性太重 所以说还不敢 就是说是马上做出这样的节奏 一直延一直延一直延 但一直延的话 其实会有问题的 美国国务会议员就已经出了这种风声了 不是我个人讲的 任何事情不能一直拖着 任何事情 有的时候说 见到兔子才杀鹰 不见得是对的 见到兔子才杀鹰 你看到现在看好系统 你要买 你买得到吗 有一万张 等你买到的时候 就短线震荡的时候 不见兔子不杀鹰 系统涨上去我再买 买买什么 你买得到吗 你能买几张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的团队成员50张60张 70张8张90张100张 比比皆是 这种时候去买系统 荒腔走板 全面投机 你可以买 我看你买得到买不到 在外面等待 等待的过程里面 为什么不进到我的团队 我们的团队是什么 你在寻找的 你要什么吗 我们的团队就是说 只有服务好 老师够专业 老师更诚信 不仅如此 老师有眼光 这不都是你需要的吗 比如说我这么讲 你说这基力科 神盾 俱友科 光胜 这些股票 你都来不及的 2363的系统 你也来不及的 你都来不及 孔老师 我现在问你说真的话 台股现在 两万里五百点附近 有没有 好的股票 有没有好的股票 我说的话不全部责任 我现在要说的话 我负全部责任 绝对有 而且不止两档 超过两档 超过两档 一档低 一档高 将来我会拿 我会拿这些股票 当然总是出来 给各位做印证的 当然烂的指令 也会给各位看 你们就是相信 孔祥词就对了 我十次出手 你们想跟进 对的那七到八次 不要选择先出手 我就算错 你们也跟着错 因为我对的次数 比错的次数多得多 最重要的就是 做好自清空管 全部都是按照 一定的比例 做出手的动作 而且是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不用给你 我没有买 你就不要出手 我出手 你就是买 就是那个价位买 市价就是归市价 定价就是归定价 孔老师定价差两毛 没买到 没买到 算了 那么多的股票 所以说我要跟各位谈到 我的专业 我的眼光 因为我们有这个优势 全球都跟因素剖析 全球因素都跟剖析 我现在时间可能也不多 我要跟各位谈到的 因为你对大盘可能也没兴趣 我讲两句好了 你对大盘 很多人对大盘没兴趣 喜欢股票 股票我不能讲 我讲了系统 我其他都不能讲 还在布局 我怎么讲 这是道琼 特别递出3月15号 大量 这天是三五日 美国的三五日 我给各位看 有没有来到这天 收盘指数差不多 然后礼拜五反弹 同样的每一档股票 NASDAQ也是 对吧 看到了吧 礼拜五先不要看 是不是你看 上礼拜四的收盘指数 跟3月15号收盘指数差不多 在NASDAQ 一样嘛 这一半 标普 对吧 然后呢 你看 上礼拜五全面反弹 全部都哄K 没有在破 对不对 对吧 他在做什么 很清楚 他这一波的压回 就是反映 降息地延的利空 降息地延的利空 回到3月15号三五日 这个收盘指数相对的位置 这就是一个回撤的位置 你如果回撤满足的话 在这个地方 就要开始弹上来 地延降息不好吗 我认为是好的 你那么早降息干嘛 你那么早降息 是不是利多就开始 马上出现了 你把利多压在越后面越好 对全球股市 都是一个最大的保障 所以说在 如果是因为地延降息 而造成的利空的话 你怕什么 当然是买进 怕的是他 六月份真的降息了 你那时候在买进 才有问题 各位了解 我的概念是很清楚的 因为降息要地延的利空 压回来买 因为后面有好的降息的 有利多在后面 因为六月降息 还是降息开高 你咋可买呢 出问题 这位投资朋友们 逻辑干净 个股就是说抓住产业 逢低布局 尤其是针对破底的股票 就像系统 两次所有都是破底 我再给各位做印证的动作 投资朋友们 拿得出来吗 我拿得出来 还是那一句话 你资金不为大的 潜滚潜力滚力 速度非常快 系统一百张 你认为是多少钱 还没结束 有的完 有的完各位 一百张的系统 当时如果说一张四万块 一百张也不过四百万 你如果一千两百万的话 三分之一的资金四百万 买一百张 nice 一通电话 让孔强子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 你需要帮助 广告中的电话 你可以好好的利用 我说的话 我负全部责任 把电话拨通就对了 感谢你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本公司一所推荐 翻新制个别有价证券 回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展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慎评估 并述富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